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一集的聚書言書 又是我和Daniel 兩個為大家主持這個學生讀書的節目 暑假真的開通 我們延續牛津放暑假的傳統系列 請來身邊一位都是牛津大學的學生 Kurita 他今天跟我們介紹Kurita Kurita是牛津大學的政治系防治身 剛剛讀一年大學就讀第二年大學 就來讀第二年大學 一年大學你也說什麼 是啊 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現代主義和現代性 Kurita帶了三本書給我們 不如介紹一下手頭上 這三本重量級的書 又重量級又重量 又有重量 好 第一本先 第一本就是叫做Steven Kern Steven Kern是在美國的一位 一位是出生的教授 這本書叫做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tates 我都看到了 就是講1880年至1918年 在時間和空間概念上的改變 沒錯 這個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二本書就是 Marshall German 也是一位美國哲學家寫的東西 他就叫做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the air 其實大家看過題目 都知道這本書大概的背景 其實就是出自馬克思講的一句說話 沒錯 其實他也是一個Marxist humanist 沒錯 好 第三本 第三本 還有Daniel說 好 那我再講 這個David Harvey很出名的地理學家 他原本來是英國人 後來去了美國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例如規判地理學 文化地理學的很多研究 都是由David Harvey帶起 他對於 例如香港近年來 很多有關土地 或者城市空間 一些說法 其實很多人都會追回David Harvey 尤其是他最近講的很多關於傳球化 或者是城市發展 都是很有重要的影響 好 介紹完三本書之後 我們都可以講一下 究竟現代性和現代主義是什麼 是的 即是舉起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現在現代社會 露露場下 就是一個很通行的容疑 或者現代社會和不是現代社會 對 什麼叫做不現代 沒錯 我想首先講一些技術的事情 還有現代性的分歧 根據Marshall Vermin說 他認為大概可以分三期 他寫這本書是1982年 第一期的寫理是1500至1789 就是第一次法國大革命 對 沒錯 然後1789到1914 分第二期的現代性 這個是Eric Hofstein 另一個史學者 都說這是一個長的十九世紀 然後到1914至1989 他就原來是第三期 就是比較是我們屬於這一期的現代性 我現在是末期 沒錯 沒錯 他也有很多歷史的準招點來做什麼 就是第一次大革命 第一次大大戰 以及蘇聯大體 沒錯 沒錯 如果說這個 第一五零之前就是前現代 應該是pre-modern 或者是 前現代 但沒有特別 對 前現代 其實我想 Steven Kern 和Marshall Berman 他們的說法就是 尤其是Steven Kern 那本書 他都寫得很清楚 他是在捉緊時間和空間 這兩個概念去說 我們就認為 其實一個前現代 和現代 那個人的體驗 最根本上的改變 就是時間和空間上的改變 他們就覺得 多一些東西出現很大的變化 就是現代性的文化 這樣 這個很有趣 因為譬如 另外一個去開展 即是現代的那個說法 很多時候會和一些社會經濟分析有關 嗯 沒錯 譬如 譬如我們剛才說的 Hofsland 即是火部司方 他都會說一些 譬如 譬如會說 1789年開始 所謂的Dual Revolutions 即是說 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 譬如再組 譬如Bradel 或者Vanashire 他們都會將 尤其是150年之後 他們都開始看成為 是資本主義的興起的問題 其實這些 我們一看下去的時候 都是比較傾向社會 或者政治的分析 但是 你一說到 Time and Space 似乎是另一種不同的向度 嗯 分別在哪裡 嗯 沒錯 或者可能舉些例子 會比較清晰一點 這樣去講到 譬如說 Steven Kern的書 他都指出了幾個特別的事 其實對時間 概念一些 如何去改變 譬如說 一個例子 原來我們現在 教標 是對準那個 隔壁時的時間 去教 沒錯 原來這件事 是在1884年的時候 才開始有的 那時候 就有25個國家的 representative 約了去美國 甚至開會 說答應了 一齊去設立這件事 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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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原來這時候才開始有這種 公共時間的概念 之前是很不統一的 根據他所說 由美國三藩寺 從西洋 到東外 你們猜是要設立 如果每個經濟的火車站都設立 那每個火車站都教了很多 很多火車站 即是不準的時間 沒錯 所以是 由東外去西洋 是要教成200多次 所以證明那個時間 是沒有那種很準確的 或者是有人為的 即是我在這個鎮鎮的下午三點 和你的鎮 就是完全不同 可能你這樣就是5點 是的 這只是一個國家 你可以想像到全球不同的國家 都是用很多不同的時間 沒有一種公共的時間的概念 沒錯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 我自己覺得就是 講單車 原來 在現在很舒服坐的單車 就是大概186年 剛才科技的進步 輪到來坐一部很舒服的單車 那之前可能 即是 即是 發車這麼高科技 即是不知道 原來發車這麼高科技 即是太太太 很舒服 然後他就說 當時 其中一位法國的作家 就是 他坐在單車 很快地 載著偶人一起去郊區 玩的時候 他就說 簡直是不能夠相信 這是法國的郊 簡直是以為是一個夢 但是 他就說 好像高鐵一樣 是的 所以 那時候 這個很特別 因為 其實你 那個郊區 是 基本上沒有轉 只是你 旅行去的方式 不同了 沒錯 你對那個地方的經驗 隨時可以 對 其實也是 對速度的體驗 即是之前可能都是 坐一些 馬車 對 馬車 即是 焗一下焗一下 對 但是就 開始有一種 對速度的體驗 速度其實就是 集合了 時間和空間 都有 原來打車是一種高科技 產品 現在有高科技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剛才做節目之前都聽過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他這台牌的一個 現代就是 Linian 但是我們之前 例如現代 或是前現代的時候 是 Cypical 這些東西 可以有很多解釋嗎 即是比較長廣 可能想回一個 農夫的生活 那 就說 農夫他也是 殺肿 囂觀修情 那 可能是一個 四季式的 循環式的 時間概念 但是 一種很現代 就是一種很善性 即是 現在是不停地前進 這個也是大概 1896年左右 就是第一套的電影 在美國那裡供應 那之前可能 就是一張照片 沒錯 一張照片 火車衝出來 對 之前一張照片 到了現在是 你看到一個連續的那種感受 那也是另一個 新的 我覺得從時間 這個我不知道給他聽一下 他說其實以前的人 就是 你剛才說 對標 1880幾年 就開始 世界同一 一個時間 但是其實再之前 甚至是沒有標 這些 沒錯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時間 就是你只知道下午 上午 夜晚 或者你用 例如 日出日落 有什麼時間 所以 所以 我記得最初 其實應該是 六十七世紀開始 那時候就會有人 在市中心 那裡 城市 製造一個鐘 然後很多時候 傳 為何鐘樓特別高呢 當時很多鎮 鐘樓特別高 因為其實鐘樓 就是被整個鎮 或者整個城市 蒙不到幾點 即沒有人有標 在手上 對 報時很重要 因為他們真的會 要聽那個報時 你知道 到底是幾點 是 其實那個也是 剛剛開始 我們要把我們的時間 變成分割 成為一個一個鐘頭 這樣去處理 如果不是 如果在那個之前 就是沒有下午 上午 譬如你約人 沒有明天是下午 那你不知道約幾點 即時間是比較 將運動 沒有那麼清晰 沒有那麼清晰 也沒有那麼 可以切得 的東西 譬如你的時間 現在約你三點 然後 四點 怎樣 今天不是我遲到 還有想開 可不可以說這些 不 因為我只是這麼說 譬如 如果對於古代來說 那可能我 要約上午 即使太陽 沒有掉到另一邊 那你還是在上午 你也沒有遲到 是事實的 沒有一堆賣魚 是的 我在那裡等 然後有些人 就很輕輕 在那裡 譬如 我最記得是武俠小說 那些 我經常都很問你 8月15日 在華山見 不知道幾次 可能是會買15日 可能是不知道什麼 也有的 因為農夫對這個 那個月的 形勢 這個節日 是很有 跟得很足 但日 我想時間真的比較差 是 剛才也說 就是賴到這個時間 或者是時間 和空間 變得更加公共化 或者是怎樣說 亦都是 目標 如何說 目標 工具化 對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們現在成功 其實空間 空間 空間 是否有空間 可能是時間 沒錯 空間就要講故事 有講故事 好啊 其實是 空間 我想是 什麼時候開始有 空間的轉變是怎樣 原本是大自然的 你沒有想過 是一樣可以欣賞 是一樣可以觀賞 或者可能是 去街上旅行 到了一種概念 就是 將這個空間 作為一個可以規劃的 一個可以工具化的 是可以被人用科技去改變 可以自己去塑造空間 就是那個所謂的空間的生產 就是 製造空間 空間的生產 這個空間的生產 沒錯 可以規劃一些區 這個區就是用來住宅的 這個就是一些交通工具的區域 對大型的 城市規劃其實也是一個比較現代的 最著名的空間規劃的故事 我想都是巴黎的 沒錯 那時候巴黎 大家知道789年 大家都知道 沒錯 然後那個拿破崙很矮 他很矮 就是外出所有的 打破崙 沒錯 在華蒂洛 帝國拿破崙 在華蒂洛 在華蒂洛自己被打敗 沒錯 其實他的父親 他的年生就是 後來三世 其實就是由他給了這個權 一個叫做巴黎 就是巴黎 對他做很大的空間 市區重建 沒錯 市區重建 他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為什麼當時要這樣去規劃 比如說出名的那個海船門 也是這樣規劃下來的 沒錯 如果大家想回去 我就知道 它只是一個大道 就是一條大型的購物 那些街道都是很直 然後一個中心點 很環境 就散了 散了 散了一條馬路 四方八達 其實這一種就是 他對那個空間的統治 背後都有很多政治意義 其實因為那時候 之前的革命 就是在很多橫街災害 一些很陰暗的國落 是醞釀出來的 那之前是所謂的 就是我們 如果跟警察打 就是封了一條路 拿一些垃圾 Limster of 《非慘世界》 去出歌的劇 或音樂劇 《故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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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那樣子 就像砌一些街裡 這樣跟警察對峙 後來南無人三四個 就說 這包包太煩了 嚇過了他 拆了他 頂著街很闊 看你怎麼封 沒錯 因為那時候 這個本子的模式 不如取決你的身後 因為如果你這麼陰暗的時候 根本上 你警察給錢 他都不用客人 人像名外像 居事環境真的很差 譬如說你家裡那些 骯髒的東西 都是在就這樣倒出外面 地下又很臭 很腥 各樣東西 其實都令到我覺得 留在倫敦以前 East End 也是 也是 例如 Charles Dickens 你看到小說 都是很穩定的 沒錯 都是相同的 差不多 差不多 沒錯 但這種現代化的過程 其實已經算是一種爆破的 即是一種城市管理 對於人的身體 沒錯 因為當你把這些東西 弄走了之後 你將它們 基本上是 暴露了出來 在統治者的眼光 可以觸及的地方 就是之前可能 收光在陰暗的地方 但當你說一些 這麼寬闊的馬路 你想走出來抗議 你還未走到 我已經可以在高點寫給你 當然 是 是 被奸先 我們這次講了 時間 如何被客觀化 以及規劃化 空間也是 這次差不多 下一次我們可以再講 現代性的 很多不同的面向 好